大家好,欢迎收看12月16日大花莲地方新闻,我是蒋文杰 首先来看到凤林镇近几年来基础建设突飞猛进 在市中心的正名广场,纵管处的经费溢注之后也改善许多的面容 而明延渡镇长萧文龙任期的最后一年 也将进行最后一块拼图儿童公园的改造 让凤林镇市区的绿美化能够变得更完整美观 凤林镇市中心的正名广场目前正在积极建设五星级的单车服务中心 在完工之后,凤林镇公所也将进行最后一块拼图儿童公园的改善 镇公所已经争取到了花童基金900万元,自筹189万4千元的改善经费 预计将会在明年执行,为凤林镇市区的绿美化拼图做最完整的规划 那我们现在也争取到凤林的儿童乐园 过去欧童乐园园只建立到现在都没有整修过 我们也向中央争取到一千万的工程会来这里建设 目前已经花包出去了 很快就会有一个新的乐园来给大家看,呈现给大家 那我们还争取到三个群田,校长梦工厂 建英公园,还有中瑞隆纪念碑,总共900万来整治这三个的公园 我想到时候我们准备好来了,做完成了,我想我们凤林应该会不一样的感觉 镇长肖文龙也指出,在最后一年的任期之内,将会完成许多规划中的基础建设 期待能够为凤林镇的观光发展,以及生活空间绿美化 创造客家大镇的文化美丽,以及观光资源发展的潜力 记者凌杰,凤林镇采访报道 如果我们做到的就好了,把没有做到的这种基础建设